希腊,民主制度的摇篮,西方文明的发想地 经历数千年的风雨,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仍屹立于巴尔根半岛 今天的我们已不必啃神的上千年枯燥冰冷的干尸 我们可以在数码的海洋里欣赏的千年的底蕴 在爱琴海回味古典时代的荣光 这些希腊的陶冠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略显粗糙 但却有着历史的沧桑与沉淀 这次试着画一下 先画了一个独眼巨人的底稿 注意啊,他们这些画,他们的这些希腊画的腿啊 人体比例全是错的 腿那么短,小腿那么短,大腿那么短,脚那么小 整个人体比例都是错的 那我们就照着他们画就行了 参考他们的线条和比例 我们动脑筋把自己的这个画 给把线稿给画出来 嗯,它并不难 需要点时间,需要仔细观察他们的线条走向 他们的比例啊 这里方式,它的流程是先画一个裸着的人体 然后呢,人体画完之后啊 我们给它降低透明度,新建一层毒层 在上面给它穿上盔甲和衣服 相当于至少有两层 把草稿画完之后还需要额外的新建一个同层 把线稿给画出来 把线稿尽量清干净一点 接着是主角这边的线稿 接着是主角这边的线稿 我习惯直接叫它阿连克修斯 这个眼睛,不能用这个眼睛太猎奇了 眼睛部分我们换一个参考 另外呢,这个眼睛千万不能用 我的天才在做梦的 嗯,这个眼睛还行 嗯,这个眼睛还行 头部的话,我们参考阿连克修斯的设定图 以及希腊的壁画 把阿连克修斯的线稿跟脑补出来 身体装备部分 我们就参照壁画上 嗯,画和线稿 画亚马甲吧 腿部的话 就参照壁画上画 如果画短的,画长的 我们还可以后期再拉长一点 壁画上这个腿 明显是短了 羊的话 我们单独再画吧 单独新建一个图层画 嗯,两个人的线稿 画完以后,我们要检查下 他们的线稿是否 闭合,也就是说 我们画这个线稿 他们一定要闭合的 当我们确认我们的线稿闭合之后 就可以给他上一层固有色了 陶罐画有个好处 不需要分太多的图层 我们直接差不多 一到三个图层就可以 完成它了 固有色上完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下他们的 有没有出去啊 漏掉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羊 羊 单独画一只羊吧 参照壁画上 照着他们的马的方式 来画羊 照着他们的线条 来推敲出一只羊的线稿 虽然我不知道 画上这些 牌的这些线条 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肌肉吧 也可能是结构 我们就照着模仿他们的 线条 来排些线 像这样给他排一层线 按照壁画上的那样 虽然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我猜测 这里几千年轻的作者 想表现羊的 羊的结构 或者是肌肉 但是呢 因为无法理解 透视的关系 所以画成了一条一条的线 给他们排一些线 我这里也 如法炮制 也给他排了一些线 线稿画完之后 检查是否闭合 给他上一层固有色 接着我们要对罐子进行塑造 我这里已经先画好了一个罐子 我们要给他贴上那些花纹 照着壁画上的画 将 其他人的照片 图 参考过来 以我自己的方式 画出来 这就是每个 画画的 必须学的 如何使用参考 我们这里就照着他们的画 就行了 先给他画一条纸的 然后给他弯曲 做弯曲 贴在罐子上 像这样 先画一条纸的 然后利用变形工具 先让它贴在罐子上 练过传统美术的 画手 肯定知道 上面的画纹也是这样 注意啊 这是一个罐子 首先是圆的 它不是方形 它不是一张纸片 圆的 因为是圆的 所以有个透视 它的边缘会转过去 无论画不画画 我们只要在生活当中 认真观察 我们就会发现 它这个 如何能体现出圆 圆的感觉呢 我们只要在它的罐子边缘 做一些挤压 压缩它们的大小 就能让人感觉出 哦 它是圆的 这个东西 它转过去了 可能会有些想象 才放大的看 不过现在还行吧 还行 等一会再修 我们接下来 给它细画这个线稿 线稿 毕竟之前的线稿 它只是一个草稿 接下来我们还得修一下 这个稿子 装备呀 纹理呀 花纹呀 我们就照这个壁画上来 注意下头部 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头发它是 它肯定是涂黑的 在它边缘 还有一层描边 这里涂的时候 注意下边边角角 有没有漏掉啊 有没有多涂 这里的 我们把头发给涂黑 整体涂黑 在它边缘上一层描边 让那个头发轮廓看清 照阿雷克修斯的人物设定 给它加上一些辫子 这里有画的话 只要多加几根排线就行了 阿雷克修斯上面还有一些 穿插关系 我们也简单的画一下 头这边我感觉太空了 那我就再给它加 头部再加一个装饰 裙子这边的话 就给它做一些线条 因为人体也是圆的 圆住过去 边缘会有一种挤压感 接着我们要给它做的 并不是调的 也不是颜色 不是色彩 不是画纹 而是 罐子本身 我们接下来要对罐子 进行一个塑造 看到这黑色的罐子 让我想到一些不好的回忆 像这样在它边缘给它一层高光 包个边 它的质感就更像陶瓷了 其他部分的高光如法炮制 我们观察实物 我们观察原本的物体的造型 在它边缘 在它一些需要的地方做一些高光 不要太多 不然会碎掉 我这可以偷个懒 我说它是个碗 所以它的瓶口 是平的 因为它是个碗 我这里可以偷个小懒 我们在背景做一个渐变 然后再做一个台面吧 不然就感觉悬空在天空上 下面这个边 它肯定是个弯的 它不可能是直的 除非是完全一个水平的角度去看它 然后我们再给它摔成调子 让它转过去 其他地方 我们再给它做一些小的调整 我们发现 这边有的地方 它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再给它擦回去 任何一个学过美术的 它都会本能的知道 这里 这个底下 没有光照的 它会有个很暗很暗的鼻色 它会越远的地方 越虚越近的地方 越实 把露出来的边缘给它擦掉 边缘 任何物体 或者边缘 边缘这个地方 一定要给它弄干净 到现在 基本上 你画的差不多了 但总感觉 这种东西太新了呀 它不像几千年前土土的 一样 我们还得给它做一些包浆 给它弄一个颗粒吧 这个效果还行 就用这个 它这个滤镜 把我的高光也整成颗粒状了 我们再退回来给它修一下 就这样 其实 也就 简单的完成了一个 希腊式头冠的画作 好 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